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N的网站上我们会直播 之后呢会在公库的网站 会在完整有完整的播出 那其实最近这几天 在台湾社会里面有一群朋友 他们是从韩国来的 那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什么 偶像明星要来这里开演唱会 他是一个公司叫Hydis 那这一行大概有十多位 左卫的这个韩国籍的朋友 他们到台湾来抗议 那也许你在主流媒体上面 大概看不到类似的报道 或是他占的篇幅比较小 可是如果你去看公库苦劳网 或是这样PN的网站上面 这连续的三天四天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 这样一个抗争的行动 那为什么这家公司 要到台湾来抗议呢 这种所谓的跨国抗议 似乎也越来越有普遍的趋势 那他跟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公司 永福渝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他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民众 或是台湾的老公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这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今天是要来跟大家一起聊天的事情 请到的是高教工会的组织部主任林博宜 那他同时也是台湾声援HIDIS功能连线的成员 博宜你好 嗨 钟祥大家好 对你今天不是用我们高教工会的名义来上节目 你是用台湾声援HIDIS功能连线 我先问一个跟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系 但是有点关联啦 就是为什么高等教育产业工会 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成员 或者是你作为这样一个功能运动的这样一个成员 会来深远这一次的行动 OK 其实高教工会我们秘书处开会的时候也有讨论过 那其实大家的一个蛮共事性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这一类的跨海的抗争 其实相当需要在地的劳工运动的朋友参加 那尽管说在地的朋友也许跟这个议题 不会有那么最直接的这个关系 但是潜在的来说 在地的公运朋友能够深远长远来看 假如未来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有这样的必要 只要到海外的时候 其实他们在地的朋友也一定会支持我们 所以在这种类似说资本跨国流动的情况下 跨国的劳工运动 尽管没有看到那么利己的利害关系 但是平常就培养一种合作的默契 那我们想对长远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的确我想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当中 这个我们常常会找不到这个这个公司老板 他可能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不断不同的投资 那他涉及到这个投资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相对很复杂 那这个这个公司这个国家的工人 其实他老板已经不见得是这个本地的雇主啊 所以他可能会有所谓的跨国投资的这个项目 这样一个状况也会有跨国抗议的这个状况 这个待会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谈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那不过我想回到我们这个题目的本身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群韩国的工人 这个Hydis这个公司的员工会到台湾来抗议呢 OK 实际上这一次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台湾了 那他们的遭遇最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他们透过台湾的朋友 在1月份的时候才临时得知 台湾的这一个他们的母公司就是永丰渝集团 然后他底下的一个叫源泰科技的公司 在1月份的董事会上面临时性的通过了 要把韩国的这一个Hydis公司的工厂给关闭 那这样的一个通过他事先并没有跟Hydis 老公有任何的协商或讨论 甚至尽管董事会通过后都没有直接告诉 这个Hydis公司的劳工 是透过台湾他们的友人得知了这个讯息以后 他们才很紧急的认为要因应 要向资方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但是因为在韩国他们在要进行 跟公司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过程中 公司都只愿意跟他们讨论是说补偿金 应该要给他们多少钱 然后或者说资遣费的问题 但是劳工们真正在意的是说他们认为公司 明明没有非常严重的亏损 甚至这个专利是给公司赚进了大笔的授权金 在这种情况下面能够不要关场就尽量不要关场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跟收入 然而公司是完全丝毫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台湾这边的真正的资方 就是说这个原大科技已经做出了决定了 所以韩国这边的这个Hydis公司只能够配合 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的工人朋友们认为 非得要来到台湾跟他们真正的这个资方原大科技 还有永丰于集团直接面对面的协商 然后才能够有机会让这样的事情 获得比较好的讨论 然后有转还的机会 所以从二月份他们就先有第一团 六位的这个劳工朋友加上他们的金属工会的干部 一起来到台湾 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两次的到永丰于的总部前面去陈勤 然后举办晚会 然后举办了这个公开的记者会 上一次的这个所谓的陈勤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对 二月份的这个陈勤仍然很遗憾 就是永丰于总部只是用新闻稿 然后对外宣称说他们的确因为亏损的关系 所以不得不要做这个关闭的动作 而没有做任何进一步跟这个劳方好好协商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他们会第二次到台湾的这个原因 对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在媒体上 永丰于还对外宣称说他们会跟老方坐下来好好对谈 然后希望他们赶快回到韩国 再来进一步沟通 但没想到回到韩国以后 劳工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只得到的就是三月初的时候 公司寄出了所谓的之前通知信 就是要求他们三月三十一号前 要把这个相关东西都给整理好 要离开这个工厂 所以员工们是感觉到很愤怒 没有获得任何好好协商沟通的机会 所以他们才决定三月份 这次来了二十九位的韩国工人朋友 跟工会干部 要来进一步来讨一个公道 我们知道永丰于事实上 在台湾是一个还蛮历史悠久的公司 早期可能是包括造纸 后来也包括了银行 甚至后来跨足到生技这个部分 或者在科技的产业 那永丰于跟刚刚谈到的圆大科技 跟它是这个所谓的HIDIS的最终的母公司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对没错就是2008年的时候 圆大科技实际上就是永丰于的总裁 何寿川的儿子何以达设立的公司 那2008年的时候他们策略性的想要 因为发展所谓的电子纸 就是说我们常用像Kindle这种阅读纸 这个电子纸 那所以他们去韩国并购了这个HIDIS公司 那为什么HIDIS的人工不在韩国自己抗议 就还要跑这么遥远的地方到台湾来抗议呢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本地内部的一个 所谓的劳资纠纷的问题吧 那难道韩国当地的法令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 他们HIDIS的劳工在韩国持续都有抗议的行动 那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坐飞机远来台湾 一定是他们认为说 韩国的这个HIDIS这个子公司是一个原大科技的实际上控制的对象而已 所以说原大科技位于台湾 那这一个包括说决定要关场的决定也是原大科技的董事会做出的决定 所以他们认为非得要在台湾对原大科技进行施加压力 才能够换得重新让他们考虑这件事情 还有或者对等现场的机会 但是如果在台湾就会不理不睬 反正他就从韩国当地的相关的法令去解决 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拔海的抗争 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是很高的成本 是 刚刚还有讲到说有关韩国法律的问题 这也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说的确这样的一个恶性官场的动作 在法律上面来讲可能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韩国的劳动基尊法 根据韩国的朋友告诉我们 也是有明确规范说 如果你要大量的解雇 前提必须是要证明你的公司有不堪继续营运 然后严重亏损状况 那在HIDIS的这个个案里面这是有点模糊的 因为如果单纯就这个一般性的账面来看 的确可能有一些亏损 但是如果把它从专利能够获得的授权金 加进来来看的话 就我们看到资料他的这个损益大概是接近平衡的 是在今年才有出现亏损的状况 但是资方透过这个会计账的制作 让专利独立成为一项 所以他可以看起来好像亏损严重 导致他可能可以进行合法的大量之前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这件事情合不合法 一般来说必须要经过法院来检验嘛 但是在大量之前的问题来说 如果要等到法院检验通常都是缓不济集了 而远不如是要有劳资之间 透过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让公司要如何营运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 尽管最后我们如果知道说半年后或者一年后 法院宣告这个大量之前是违法的 那这个公司也顶多是会有可能进一步的赔偿责任 但是劳工们他的工作权还是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 但是所以他要来到台湾来施加压力大概是这样 所以台湾的做法就是他们会期待台湾的这个 永丰于这个大的集团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 或是他希望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OK他们的诉求就是撤回官场跟撤回解雇嘛 那当然要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决策 前提必须是台湾的这个母公司的资方 愿意跟他们进行协商来讨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怎么样来进行 那很可惜是这次他们来到台湾 尽管已经是第二次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礼拜 但是台湾的资方始终是愿意派出公关用新闻稿的方式来回应 那没有真正让跟他们见面讨论的机会 所以来的是几天官方也从来没有跟他们有比较明确的对谈 资方的部分是没有 资方对资方对 包括礼拜五他们曾经到了这个台北这个永丰银行去进行抗议 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是就是今天早上 就是礼拜五这一天我们来到永丰银行 原因是因为已经多天了 我们到了永丰鱼的总部去承请行抗议 都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只是派出警察跟保全挡住了这个门口而已 那来到银行这一天做这个快散的这个短期间的占领任务 一样就是银行的部分也是不愿意做任何回应 甚至有一些比较遏制的是说他们对媒体去宣称说 这群韩国劳工是受到台湾有心人士的利用 所以才来台湾抗议 那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魅于事实 台湾也没有能力能够说服一个海外的劳工 特别这样来到台湾去做什么抗议的动作 这的确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太高估我们目前的这个劳工运动的这样一个国际连结 不过这样子谈下来其实看起来它还是在一个雇主 就是所谓的资方跟劳方之间的争议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跨国的这种所谓的抗议的事件 那两边的政府 例如说这个母公司的政府或者是这个子公司的政府 他可以做什么或者是他应该做什么 要不然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这个资方完全不理你 那反正所有的都诉诸于这个所谓的法院去解决的话 这个抗议恐怕也会越来越多或者是它不断的发生 那从一个所谓的劳工组织 从一个公运团体 他会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在这样一个跨国的公司里头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复他来继续的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i 中声 这叉 t 니다 实在 自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引起中心PNN 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 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的10点 在中正大学今生今时广播电台 FM88.1的频段当中会播出 那在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 在公式新闻引起中心PNN的网站 会有现场的直播 同时之后会在公库的网站 会有完整的节目的播出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就是一个韩国的Headis公司 虽然它是一个韩国的公司 可是它的母公司是由台湾的有风雨来投资 就是台湾有风雨是它的母公司 那在前一个这个三个礼拜 他们曾经到台湾来进行跨海的抗议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高教工会的组织部的主任林柏仪 柏仪你好 好 钟祥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其实在他们在台湾抗议的这几天 包括从2月份一直到3月底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波有就两波的这个抗议哦 那在这个抗议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一个 所谓的跨国性的问题 那当然它不会只有发生在台湾跟韩国 在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甚至在其他的一般的国家当中 这种所谓的跨国投资的情形 它其实是越来越普遍 那可是它会涉及到的不是只有私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它不是只有涉及到 私方跟劳方之间的关系 因为跨国绝对有所谓的两国政府恐怕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刚也谈到说韩国的部分也许他们会在法院里面 或是依照他们当地的相关的劳工法规来 公司法规劳工法规来去解决台湾呢 我不知道柏仪他们最近这几天 是不是有去拜会台湾的这个相关的劳工的部门 例如说劳动部等等的这样一个单位呢 的确这次韩国工人来到台湾 他们心中原本预期的最大一个期望就是说 他们能够透过台湾的政府来促成说永丰渝的脂肪 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协商或者谈判 所以他们有前往了这个劳动部 然后去做了一个这个陈情的动作 然后他们事前也都有试着要跟劳动部进行书面联系 但蛮可惜的就是说劳动部给他们的回应 主要是说这件事情因为不是在台湾发生的 它是一个在韩国台资的这个投资的行为 所以劳动部说法是说这件事情适用的法律是韩国法律 不是台湾法律 那也因此似乎劳动部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这是他们对外的说法 那站在我们劳工运动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做法是太消极了 因为我没看到韩国劳工朋友他们谈提的这个要求协商的这个诉求 他也不是一个什么法律上面的仲裁或者裁决或者审判 而是一个基于说促进劳资之间正常对话 然后官方可以做的一个行政督促的动作 所以严格的来说他跟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是没有关系的 而是你台湾的政府本来对于你的台湾的资本 他在设外的这个投资或者各种事件上面 你都有督促他要进行一个比较良善合乎世界人权 这些基本的一些标准的要求 那在劳动人权里面这个平等协商 劳资之间平等协商的这个义务 本来就是劳资双方都有遵守的义务 那如果他有没有妥善的因应配合的话 政府各国的政府他都有责任要督促这个义务的达成 所以我想他们对于台湾政府的这个希望跟要求 固然似乎很困难 但是台湾的官方也不应该随便就是把他们推出去说 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尤其是正是因为说这类涉外的国际性的投资的状况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也很常会看到是说 例如说这件事情在韩国 他也很可能会被只是解释成说是一个跨国 外资来台 来喊投资 所以他也不愿意 对他多做任何太多的介入 尽管说法律上面可能比较有义务 但是政府往往对于外资一向都有种倾向是 比较放松的 比较好的条件 所以他就会变成像是踢皮球一样 台湾政府韩国政府都不用管 那劳工他必须要跨越两地 然后这个疲于奔命 那当然对于这样的状况是目前的现状 但是我们认为他一定要在更大的劳工运动压力下面要被改变 这其实也不是台湾第一次了 在其实大概十几年前 就包括在萨尔瓦多那边 台湾的纺织公司也有类似这个欺压当地劳工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比较近一点的是 例如说富士康在中国投资 那造成了十几个这个富士康的员工 洪海的员工 富士康员工这样跳楼自杀的这个事情 以及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事实上涉及到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是一个门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家形象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即使在于所谓的法律上面 无法去做一个适当的规范或者是介入 但是难道我们政府在这种所谓的国家形象这个部分 他也是完全不顾的吗 而且的确我觉得说台湾的政府 不论说劳动部或经济部 他们对于这种 他们很常鼓励说 台湾的资本到海外去投资 他们想说如果这样获利 似乎对于台湾的经济可能有些好处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督促这些企业或资本 要践行一些基本的 不论说要遵守当地的法令 要遵守世界上基本的劳动人权的规章 或环保人权的规章 这方面台湾的政府是相当没有这样的知识 或者说他也没有去践行他这样的一个行政督徒的责任 所以不论说看到您刚刚说这个富士康的这种问题非常严重 或者说在很早前 台资非常多在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 投资仿资厂的这个很多有的是恶性官场 有的是打压工会干部 有的是例如说跟政府勾结贪污 这种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台湾政府的确几乎是不闻不问 甚至是暗中支持的这种作风是非常常看到的 这个其实涉及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包括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 例如说这个印尼的这个工人到台湾来工作 或是越南到工人到台湾来工作 事实上这个都是一个全球流动之下 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不过从我们刚刚谈下来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至少在台湾对于所谓自己的企业到其他国家 投资的这样一个部分 他基本的一种所谓的责任或者是一种规范 事实上是不存在或者他是非常少的 那但是其实其他的国家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其他国家 或者是国家跟国家之间 他在法令上面或者是制度上面 应该要怎么规范是比较 要不然如果像Hatties这样一个例子来看 他基本上讲有点像个国际人球 就是韩国的政府他恐怕也不太愿意介入 他是一个跨国的公司 可是这个母国公司其实又觉得说 他又不是发生在本地这个产地 这个这个场域里面 那这些功能这种国际的所谓的移动的情形 或者是所谓的国际分工的情形 越来越普遍 而且越来越密切 那所有的劳工 在这种所谓跨国厂商工作的劳工 他不就是变成一个人球了吗 的确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我们了解来看 历史上还是有一些少数比较好的一个例子状况 举例来讲 台资也曾经在海外投资遇过 他也不是随便都可以这样随便侵犯人权 像是他们在德国 例如台资这个BankQ要去并购是西门子吧 大概2000年初的时候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并购的过程中 要有这种恶性的大量解雇 那当地的这个因为德国他的工会的运动 还有劳工组织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有效的透过了法院 然后也有效透过劳工运动方式 逼迫这个BankQ在这个恶性的这个之前的过程中 要付出巨额的赔偿金 那像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他就是让资本会知道说 不是你作为海外投资 你可以随便的可以不遵守当地的法令 那你如果没有基本的这个责任和法律的这个遵行的动作的话 你会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那如何让这样的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会发生 他还是的确蛮牵涉到说 一来说在地的这个劳工运动的发展的状况 如何有效到能够逼迫他的政府 不是只是合乎外资的这个需求 而是会同时照顾他们最基本劳工的需求 第二点我想在如果说是以比较第三世界国家 可能他劳工运动发展还会有相当多限制 其实包括台湾也是 对 我想就是说这个跨国之间的合作 劳工运动的合作还是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说像韩国朋友来到台湾 当然台湾工运还非常的弱 是落后韩国 但我们这次也还是出现一些我觉得蛮难得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非常多不同的工会工运团体 其实是等于是不分你我的 然后而且很愿意积极坐下来 一起来讨论怎么分工怎么合作 来帮助韩国朋友在台湾这一连串的行动 那这个过程是展现了一个过去比较少见 然后蛮难得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 对对 那这样的一个合作的默契 我相信对于未来我们如果要发展更多的 国际性的合作都应该是有正面的帮助 这的确我想一方面对于所谓的跨国政府 或是做某种的施压 或是另外一方面回到这个所谓的劳工 跟劳工之间这个连结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刚刚博弈也特别谈到说 其实韩国的这个所谓劳工运动 它其实是比台湾是强大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台湾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 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又所谓三不一跪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事实上也是从韩国的农民运动跟工人运动 它开始施展开来的 那这几天跟韩国的朋友接触 你看韩国的这些朋友 他们在运动的形式上面 或者是在运动的策略上面 或者是在运动的本身 跟台湾有什么不同的 我们有什么可以去 特别让我们觉得 特别去接近 或是觉得哇这个其实 真的很厉害 我们看到网路上面很多的赞叹之声 那可是不晓得你现在的观察是怎么样 OK的确他们在这个投入劳工运动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是比我们在台湾常见的状况下来的更坚决的 举例来说 而且他的这一个坚决 他不只是在少数的工会干部上面 他是蛮普遍性的 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参与者 他在投入的过程中 像是这群韩国朋友 他们在台湾这样六天这么长的时间 几乎都是投入在运动里面 他没有任何多的时间是去例如休闲 然后包括甚至连他们吃饭 几乎因为时间挤压的关系 当然为了节省 都是吃泡面这样子 就像我们看来是有点接近苦行的状态 但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作为远真团 他们应该为了不愧对他们在国内的 这个也是还有其他的老公 他们作为代表应该要去践行的义务 所以他的整个态度是一个非常的 不用说基于外力去特别做协助或组织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进取的一个状态 那他们在这个展现的表现的这个方式上面 也的确是很多元 例如说我们看到他们是很普遍有这个舞蹈性的这个表现的 那表演所以他们会有很多公运歌曲 然后会有搭配这个舞蹈表演 那个舞蹈表演也不是说一个很那种 我该怎么说 它是一个很庶民性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男有女有年轻的有这个比较年长的 都肯定在里面的 就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是要让 劳工运动参与过程不只是感觉到那一种严肃 或者肃杀悲情 它同时也是一种团结的 然后活泼的这种展现 那这件事情台湾我觉得蛮 其实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讲说我们的确应该 赶快来学着编舞 就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来试着来做多看 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亮点这样子 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累积 那我想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想要问一个其实有点困难的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韩国的这种公运的 不管是在态度精神或是形式上面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的背景 那台湾是有可能展现出这种所谓的精神态度跟形式的吗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的确是很难的问题 说的确就是我也蛮好奇说 他们为什么发展的样貌上面 跟台湾有似乎在文化层次上的确有一个蛮大的落差 但如果我没有办法很明确说明那一个差别的原因 那可能是有他们很多的在地脉络 但我可以看到有一些跟台湾蛮明显 可以我们借近的去改善的东西 例如说这次韩国来的朋友里面 他们有金属工会的干部 然后也有Heidi的这个智慧的工厂的工人 但是他们会蛮刻意要让工厂的工人们自己成为领导者 而且这个领导者也的确很 这个用台湾话就是说很恰如其分的扮演他的角色 的确就变成这场运动很重要的领导的核心 那这件事情跟在台湾我们看到的经验是有点不同的 台湾的经验里面他可能还是仰赖比较少数的所谓 偷人 对 偷人 就是或者说社运工作者来做领导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人 我们会好像是说动员来的 他只是配合这样就好 那在韩国的经验我们看到他们的确透过这样的行动过程 让很多这样的基层的人成为了领导的干部 那我相信有越多人成为领导的干部的情况下 他整个的那个士气然后坚定的程度 就会跟台湾这种是少数领导的这种状况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他讨论就是不论说他的策略啦 他的意志就可以是更坚定的在这样子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在一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这个当事人成为一个所谓的主体 或者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领导者 然后由这个不同的当事人来去带领 或是来组织这样的工运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今天非常谢谢博宜来 让我们从IDIS的这个抗争 也看到所谓的跨国企业跨国资本所造成的种种的问题 韩国的工运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面向 谢谢博宜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 拜拜 好 谢谢钟翔 大家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们下礼拜 爱心